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13日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的晚上 這一節跟大家說一節經濟環節 說中國大陸的出口 開始越搞越和 還要 現在的出口 輸給越南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國大陸 清零政策有關 使得 它的生產力正在下降 出口就慢慢減少 甚至乎 去到越南就超越了 我們這一節就跟大家說說經濟問題 會多說數字 數據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有後備頻道 請大家就全部訂閱了 除了主頻道之外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方法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打開節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這個就是BBC做了一個特輯 做了一篇文章 說這個 中國大陸的防疫代價 非常之大 甚至乎令到越南的出口 還領先了內地的城市 例如深圳 事源就是經濟數據出現 令到內地網民都相當緊張 需要熱烈討論 事關 越南的數據顯示就是比深圳 出口更加好 越南海關總局公佈數據 3月份 越南的出口 就是 有一個很大的升幅 比起 其他地方 它是大升 升了48.2% 總額 去到347億美金 這個是3月份的數據 令到越南的數據一季 數據 變成了大升 總額去到885億美金 足足跟上一年相比 增加了12.9% 同一時間 中國大陸的數據 中國大陸 深圳海關 這個就是人民幣計算 人民幣計算 第一個季度出口是4076億人民幣 大概等於 608億美金 下降了 就是2.6% 3月份的出口用人民幣計算是1200億 大家一計就算到了 越南 是347億美金 差不多 深圳的整倍 所以加減數一計就知道 越南 整個季度的出口總額 超過了深圳 超過了200多億 200多億美金 正如剛才所說 三月份的數據足足 還要是相差了 跟深圳比 相差就是 一倍 當然啦 越南是整個國家來的 深圳是一個城市 越南整個億人口 我深圳只有千多萬人口 怎麼能夠相比 的確 不是相比 但是 告訴大家的是深圳 從來的出口相當之強勁 深圳 差不多是國內城市 入面 就是 頭幾名 北上廣深 所以 深圳正在下跌 深圳下跌的原因是什麼呢 還要大幅下滑 就是 跟中國大陸 清零政策有關 深圳不僅是內地 頭幾名的大城市 而且 是創科中心 所有創新科技 高科技 全部在深圳製造 換句話說 深圳 真的可以單單是憑一個城市 跟很多其他國家相比 但是他現在正在跌下來 原來看數據 在2018年全年 越南的出口早就超過了深圳 但是到了今年 3月份 因為武漢肺炎 防疫 此消彼獎 令到 越南足足變成了深圳的量倍 令到 內地網民相當之驚訝 甚至乎成為內地社交媒體微博熱門搜尋 熱門話題會不會變成敏感話題呢 然後就搜索不了 一個相關的post和話題 點擊率相當之高 去到 186萬次 內地網民認為深圳之前封城 訂單轉移 此消彼獎 造成了越南超越 深圳足足整倍 人家發展經濟 我們在搞抗疫 人家想不贏也挺難 然後也有人諷刺 在防疫問題上 虛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多到難以想像 這些經濟損失 難以估計 也有內地網民說 看到越南比中國大陸更加巨大的潛力 中國大陸 人口開始下跌 人口開始 老化 沒有未來了 未來在其他國家 當然引來 不少 五毛愛國小粉紅批評 不過五毛愛國小粉紅 實力大幅下降 自從 內地 瘋狂瘋成 他們的戰鬥力 開始 後敬不計 可能 不能吃飯 餓死了 當然也有一種論調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 人家是一個國家 我們是一個深圳 一個城市 怎麼能夠跟他相比呢 這種想法 就是 無視數據 因為現在人家在說 數據輸給人 你覺得自己贏人的時候 你就算數據 輸給人的時候 就說 人家是國家 我們是城市 這不是不比較嗎 最初比較的時候 大家就在計成成績表 香港也是一樣的 香港你覺得贏人的時候 就算數據 輸的時候 人家是國家 我們是城市 還有一些再矮一點的精神 越南你就做吧 你出你的口 我們繼續 做我們的世界冠軍 看看過去的數據 在80年代 越南開始跟隨中國大陸 因為改革開放 當時 深圳特區 在1986年就已經成立了6年了 越南就想追上來 但是越南就一直 都追不到 越南的出口規模一直 都是非常之低 到了90年代 深圳 開始慢慢急速發展 甚至乎 用了狂暴模式 一年之內 出口上升了足足四倍 所以 當時越南 跟深圳 那個 差額 是相當之巨大 1995年 深圳的出口已經突破了200億美元 但是越南 足足遲了8年 到了2003年 才 到了這個數字 到了2005年 深圳全年的出口 超過1000億美元 越南 快了一點點 但是還是慢過別人6年 到了2011年 越南才到了這個數字 到了2013年之後 深圳的增長率開始慢慢出現萎縮 應該說增長放緩 中國大陸最喜歡說彎道超車 超車就超了 被人 慢慢追上來 後勁不計 到了2017年 開始出現收縮 反而越南到了2017年 還是大幅增長 這個時候 到了2017年的時候 越南跟深圳 開始相差無幾 到了2018年 美國 對中國大陸發動 這個就是 所謂貿易戰 關稅問題 令到 深圳的出口 只跌 不升 結果2018年 越南的出口正式超過深圳 所以從數據上面 正正式來看 你會發現越南超過深圳 是意料中時 實際上 防疫只不過 就是幫深圳 輸給越南這件事上面 就是再加拖一腳 本身 按照數字增長 其實越南 無論如何 都會慢慢拋離深圳 因為深圳已經失去了重大增長 再加上你搞防疫封關 當然就使得 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 慢慢再進一步削弱 從這個角度去看 就是中國內地深圳的出口 慢慢放緩 其中一個 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模式 就是 生產成本 開始慢慢增加 換句話說 深圳這個地方越來越有錢 越來越像一個 就是大城市 生活成本越來越高 人工越來越高 這個地方開始 慢慢 不適合做工業生產 這個情況跟香港相相類似 香港就是 做工業 做輕工業 慢慢轉型 做服務業 做一下 所有工業都失去了 現在香港還繼續在做夢 說要做創科 一個地方 有理無理也會拉人進去坐牢 寫個安心出行 也說你就是虛假 虛假文書 這樣的地方會有創科 你真的說一下就好了 我們下一節要跟大家研究 美國有議員要動員 制裁國安法法官 還有政治檢控相關人員 令到香港 貧臨崩潰的法律界 再一次暴跳如雷 我們這一節暫時跟大家說到這裏